天氣訊息 今天跟昨天相比 北台灣偏涼 高溫只剩下20度左右 最主要是有東北季風 下週三過後 也就是準備要迎接春節的農曆年假 聽說又有大陸冷氣團報導 而且是濕冷的感受 會到大年初一 外套又穿爽身 因為跟前一天相比 台北天氣明顯又偏涼 高溫掉到20度左右 受到東北季風增強影響 迎風面水氣增多 北部 東半部 恆春半島有局部短暫雨 其他地區多雲稻晴 白天都有25到30度 把握4號立春的好天氣 東北季風很快就離開 因此到了週日 預計各地的溫度又會是比較溫暖 週日的下半天開始 由於風面逐漸接近我們 開始會帶來一些雲 甚至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4號東北季風減弱 各地回暖 非常適合大掃除 採買年貨 但是天氣變化迅速 5號預計又有一道風面通過 北台湾明顯轉涼 6號冷空氣南下 北台湾持續降溫 7號 8號 預估冷空氣來到大陸冷氣團等級 華南淤雨區東移 北部 東北部降雨增加 9號除夕 10號大年初一 各地天氣都偏冷 低溫下探10度 氣象鼠預估 冷空氣的強度不排除 還會再調整 這一波冷空氣最低溫的時間可能就是落在除夕到初一前後這段時間 那要提醒大家在這個降溫的過程 因為水氣也比較多 所以感受上會是比較濕冷的 春節假期前半段先濕冷再轉乾冷 返鄉半年出遊 別忘記攜帶保暖衣物跟雨具 記者綜合報導